这期呢跟大家分享这个五种绞心眼的女人面相啊 第一个呢是三白眼带三角眼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代表一个人的心理的想法和真实的个性 如果是女人长有三白眼的 这种女人大多数非常的自私自利 眼里只有自己 而且特别能算计啊 人人处事方面也是阴险狡诈 为了达到目的呢是做事不择手段 还特别的爱记仇啊 千万不要得罪 而三角眼的女人呢 一般心肠非常的狠辣 绝情啊 个性内敛 不善向他人表露自己的想法 只要涉及到自身的利益啊 做事毫不留情 而且手段很大啊 不及后果 最好是远离啊 这是一个呢是三白眼加三角眼 第二个呢是驼峰鼻啊 所谓驼峰鼻啊 就是鼻梁起结啊 再加上鼻头比较尖啊 鼻子在项穴当中呢 代表一个人的性格人品啊 如果是女人长有驼峰鼻 或者鼻梁弯曲起结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数性情非常的高傲 但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冷漠薄情啊 而且呢 个性非常不稳定 特别的容易情绪化 对他人总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 而且非常的小心眼 属于非常难缠的一类人 妒忌心也比较强 见不得别人比自己过得好 性格多变 非常难相处 让人捉摸不透 最好是不要招惹 这个是驼峰鼻啊 鼻梁起结的女人 第三个呢是鹰勾鼻 再加上嘴角下垂的女人 相数有云啊 鼻如鹰损是拙人心碎 如果是说这个女人呢 有鹰勾鼻的话 这种女人一般心思非常的盛情 善于玩弄阴谋诡计 而且呢 喜欢揣摩别人的心思 凡事都是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 一点亏都吃不透 而且呢 非常的失利眼 为了利益呢 甚至可以出卖亲人朋友 而且嘴角下垂的话 性格情绪也非常的消极悲观 平时话也不多 交际能力比较差 还特别的喜欢爱抱怨 抱负心也非常的重 属于非常危险的一类人 这是鹰勾鼻 加嘴角下垂 第四个呢 是腮骨外翻和断眉 眉毛呢 代表一个人的性格脾气 和人际关系 腮骨呢 代表一个人的意志力 如果是女人眉毛中断 而且再加上腮骨往外翻的话 那么这种女人大多数 心非常的冷漠 平常看上去啊 对什么都一些不顾的样子 而且呢 特别爱计较 思想非常的固执和偏激 只要认定的事情 就会一定坚持到底 听不进别人的意见 有的时候非常的固执 那种女人还特别爱钻牛角尖 浴室容易想不开 忍耐力也比较强 属于有仇必报的这种类型 非常的危险 尽量的不要招惹 这是非常容易走极端的一种面向特点 我们说腮骨是反骨 腮骨外翻是有一些比较忌讳 第五个是嘴唇薄 连心眉 嘴巴是代表一个人的情意的厚薄 如果是女人嘴巴长得比较薄 而且两眉相连的话 这种女人大多数比较薄情寡异 在单人处事方面非常的尖酸刻薄 而且非常挑剔 做事总是挑三减四 整天喜欢挑剔别人的错 得势不饶人 个性是非常的好强 喜欢争斗 一点亏也吃不得 而且这种女人大多数心胸狭窄 非常的小心眼 单人处事方面缺乏真诚 喜欢斤斤计较 也见不得别人比自己优秀 这是五种小心眼的女人面相 如果是空 我可以看视频上的咨询 或者是关注本频道 会长期分享 相学小知识 我们下期再见